Joyang被Lulu给补掉了 应该是TMA在更靠全众性上搜 那么根据他比差不多 但是这一面已经撞到了CS的防区 MS手起刀 直接将Kotobank打掉 再转身出来给Smash秒了 一打差一点点就打了三个 对一打2.9 嗯是的对我过来支援了 这一波不支援吗 火白都拉得太开了 对方直接怼脸一喷 被这个小组会嗅到了 是 用道具去排的话会稍微的简单一点 听到枪声的New Happy已经赶过来了 这个分感觉可以吃 BBL非常的穷啊 刚画面给到只有这个UMP 加上没有任何的投掷物 这还真是个拿分的机会 诶弹剑两句了 哇这个New Happy周平 至少他的周妹比较精良 最后的Haisaki也是被打掉 三机甲已经套上了 没指导了 没指导了 周平炎 周平炎 把一个伏地的妖射 但是应该是开镜了以后 但是没办法 想打半年 但是那一波 Haisaki是稍微骗了一下周平炎的枪的 嗯这波周平炎 反过想扫 最后车量 这个真是不会停啊 直接往圈里去开 哦 Smash被打下来了 可以 这一分是拿到了 另外一个被控往下降去走 冒烟了 还能寻少 嗯 好像走不了了 马当先好像一个人上来有点危险 前面有人 一地 消化 就出问题了 跟队友的距离是有一点点脱节 嗯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放了BBL和OP过去之后 有点着急想去拿点 是 觉得这一波如果要上山的话 其实兄弟们可以同时往前顶一顶啊 一个人顶有点不太过 古德马可 在防区还找机会把小鬼打了 这个点位不好就 就要风大了 过点 那分担待会的时候对枪还倒了一个 是 就是很脱节奏啊 整体 我古德马可双线操作 但是本特技还是被娃尔德点下来了 另外一边也打起来了 是 BBL和OP 比较足的 遭遇了两波这个正面冲突之后 目前依旧是保持一个两个人的编制 嗯 那古德马可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后续看看能不能往城里面去混一混 这一分给了十七战队很大的这个战术扎城的勇气啊 嗯 其实是有底气的 但是感觉也要当心 因为毕竟城的南边有一片的高杉 目前依旧是在权 是来得及 现在打拿瓦好像没有要跟雷的勇气 哎呀 刚好烟 赛掉了很多啊 正面 直接溃败 这样的话 只剩小童 打拿瓦继续找角度 是的 找小童的位置 他们之前也知道 这个角度就是我来限制小童的 这个驱赶啊 继续往城的深处去扎 这个角度 EU就在脸前 哎呦 高开门就在脸前 在NHP想象的过程当中 EU就做好了自己的 反正是有功夫处理的 是 哇 时期的物资也消耗的比较多啊 刚才看身上连大包都没有了 这波小童上看 EU好像没有特别再往前走了 留在正面的还是只有两个人 他也不急 对 因为时期应该还是 我也不亏 嗯 还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哎呦 远处这边啊 小童也没有顺利的禁圈 嗯 第一局啊 这个 不是非常顺利 那我们先回到场上的 打开完只要拿手里去排就可以了 这个雷真的还挺近 直接是滑过车 扔了过来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 超过吧 真的抬不起头 这个高打低 优势真的太大了 高点一放 TM这波一定是打不过的 哎 露露 看到他的位置了 没了 这波打到 哇 真的是无伤的推进 拿到7个淘汰 打拿瓦 出气的一个大分入障啊 另外看到个折子 因为EU是一直有实气的信息 大仓路还比那边也放过枪了 出门 直加5把 直接头衔加霍比特 直接打下来了 而且哪位持续在拉扯 哇 这个手雷炸成一丝 好爽 虽然说寄到了霍比特之后 但是拿面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持续的进行施压 还在等待拉扯的机会 烟雾遮挡 看不太清楚 先给闪 再从侧线去清 这个闪光应该是掩盖了自己出这个厕所的一个脚步 Nuhappy不想跟城里的人纠缠 这个他这个角度能够往山的边缘去拉 而且有一点点这个围墙 可以作为掩铁 放了一些烟 另一边实际是两面开花是打了瓦尔德和克利布 但是分数是被EU给拿下来了 嗯 这个马路实际是不会放OP过来了 是的 该拿的分得拿到 是的 因为他们这个角度自己都已经很难进了 就下一个圈形就大概率很难进了 看这个圈形能在城里面换多少分 再给你刷走 对 一点点城区的边缘 城区会有个混战 而在北边拿给的Elyas 被Groak Shock GG给打掉了 嗯 是的 城区被刷出来了 所以要考虑进圈的话 只有这条路 是的 EU的位置也被刷出来了 嗯 小吴还在找Gimps的位置 难道这个角度Nuhappy会成为最大赢家 嗯 还是 边缘就是 马路对面的Nuhappy的一些限制 给了一些实际机会 现在开始慢慢的推进 要去反摸EU 大家有点忌惮马路对面的枪线 有点不敢直接跑 是的 这把实际的战略意义就很简单了 我就跟你换就可以了 已经4个淘汰了 起到你还要再换一个角度 再找我为止的想法 但是 速酒已经到位了 我这个雷 只是换神的一颗雷 将小吴给炸倒了 他这个雷的鹰鲜感觉扔的 嗯 但底公司刚好在前点 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 那防徐里面两个人被包夹了 一个人勾 一个人打侧身 那现在 反而两个人要打主动 打Nuhappy跟WZ 两边的决战 陈内 被飞车挡住的伤害 哇 又打到一个 嗯 这个身位应该是 没有特别小心 我发现 你的手感非常不错 是的 这次是拿到了17的分数 圈形的收缩 EU目前的这个角度 也会吃到蓝圈的伤害 还要往前进 不想就已经卡在了城头的位置 哇 但这颗手雷双响 本来要从侧鞋去拉位置的 换神只能回来拉一下队友 现在就看EU的动作 EU会不会扑这个点 好像要去了 必须要 举手雷双响 又来一颗 但这个信息又给到了 我看到有一把枪 正在拉更远的围墙 就是这把flug的枪线 哇 这个雷真的是太致命了 雅后知道EU过去之后 后点的人被拔掉 正面4打3 看雅后与EU的对战 就是北美内战 拉过来 将Sparking打到连打待补 啊 雅后怎么就没了呀 1换4 EU不愧是B组的大哥 对 BMA才去现在目前EU 把后面很大压力的预计 打了一枪头 我哟 阿卡德 后续的跟枪 普通文字直接倒了 在KTF在进攻的同时 测诱的打拿网 两个人一直在不断的骚扰 不过枪线上对于KTF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威胁 想走几波 开溜 人数有点多 但这波被DAV要高打低了 测诱的人呢 Hikari帮倒了一个 今天还有在打 先拿分 感觉 DAV掉鱼的那把枪 掉的还真挺厉害的 是的 还是在往回颜面 这贝尔帽子好像还没有到啊 这波赶紧过来 处理了KTF 听到枪声 TM文声赶到 最后一分 被TM给拿下 对 这两个队打得好干燥 都不送道具的 没错 那就直接摁 拳给回来 英雄决定在全面缓冲一下 找点机会 卢 几枪点倒Helen 也反应过来了 侧面打到网 还有一个手腕 但是 手腕在摸 他在这个往边缘的方向去摸 卢老爷 应该是有这个 意识在看的 但是好像一直没找到 他判断对面过来的方向应该是这边 因为别的地方都太平坦了 是 稍微复杂一点地形 只有这个底波 只有这个角度 嗯 卢老的话也是 这个要好像打不上了 打不上了 这个时候也不给分了 三大一 这位置是锁定的啊 不想给分 嗯 很正常 因为就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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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